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推動那麼多的管制作為 來達到大家期待的空氣提供 今天的題目是 14加分空氣污染防治策略對焦討論會 那我簡單的大概做一下說明 其實我在由行政院長 直接在行政院開記者會 對外說明了14項 這個空污的防治策略之後 但我知道我們有很多公民團體認為說 這裡面還有哪些做的不太夠 不夠全面的地方 那也有公民團體認為說 這14項好像是 那個舊品新裝好像沒有什麼新意 但是我只能這樣子說 這14項過去或許只有一個大綱出來 但是我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 就僅由各部份之間的整合 我們把這14項裡面 一下一項一項 裡面該做的具體的內容 可以量化的指標 包含其成具體的作法 以及預計可以達到怎麼樣子的成效 可以檢控空污裡面的成分 不管是氮氧化物也好 硫氧化物也好 那個董學服威力 或者我發現有體股 我們都一一的把它盤點出來 那這樣做的目的 當然是希望說 未來可以供外界來一起監督 檢驗 甚至大家一起來努力 那除了這個之外 就剛剛講 我們很多公民團體覺得不夠 尤其我知道大家有那個 所謂進美跟減美 這樣子的一個議題 那我想這一問等一下 如果那個媒體部門 或是我們公民團體 會關於這個議題 我想等一下 我們也會有一些 比較初步的一些說明 那這個加恩主要的目的就是說 那既然我們很多公民朋友 大家覺得說這樣做 可能還有一些不夠 不夠全面的地方 哪些我們失慮不足的地方 那今天跟5月2號 在高雄舉辦的這樣目的 就是我們很希望的 就是說由三位市長 來一起來聽 不夠的部分呢 我們會把它盤點出來 回去該要交的 再那個馬上可以加進來的 或者需要放在明年後年 可以加進來的 我們會足以的往上加 我們不設限 所以這叫14加恩的這樣一個目的 就剛剛那個 提到展示出來 各地方的所謂的 這幾年的通緝不讓 第二天的數字 我覺得政府不要在欺騙人名 因為那個數字不是代表 至少多數或是按照 人口比例的 呼吸的這樣的東西 譬如說台北市就加進來 這個陽明山 那屏東就加固恒村的 這是自欺欺人 甚至欺騙國人的一種作法 東京譬如說講 譬如說高雄用美濃 用錢金 美濃是高雄一般人 基礎在那樣的供給品質嗎 屏東是商人之一的人 或是商人之一的人 住在恒村嗎 這是誤導國民 而且非常受誤 自我這個麻醉的 政府自我逃誰的這種作法 實際上我看到就是說 這整場投影片裡面 都講著民間訴求與政府回應 我感覺到說你們有傾聽 與溝通的一個誠意 在資訊公開這方面 還辦了這個評證會 或是公聽會 但是我感覺到 環保署的這樣子 公開資訊的誠意 並沒有上行下降 尤其是在六七森梅徐克正 雲林縣環保局 這一項事情上 我們申請月券 不斷被拒這件事情上 也有很大的出入 首先我們在上個星期 四月二十四月的時候 四月十五號的時候 我們第一次去月券 他不僅資料不全 還不讓我們引應 我們十幾個人去 我們要申請月券 最後通常是 拿著一份資料 來你過來我翻給你看 而且不讓我們引應帶走 這已經很明顯違反政府資訊公開法 第八條第三項 以引應設有的方式 讓我們有資訊公開的法律 另外就是說我們 因為第一次資料不全的關係 我們申請第二次月券 但是很抱歉 我在這一週裡面 他們不是在位置上 就是請講 另外就是跟我改了四次時間 到最後的結果是 不准我們去月券 第一 第一 請要求雲丁縣環保局 再針對六七審美許可證 這個事情 資訊公開 我們要求的十四項 請您詢問資訊公開 請問你們能夠承諾我嗎 第二 即將要期的審美許可證 我們要求公 我們要求聽證 聽證 聽證 而且要探索會議紀錄 而去做這樣子的一個審美許可 包括四月的已經來不及了 好 六月 七月 已經到年底之前的 六七審美許可證 我希望可以得到回應 針對這個資訊公開的部分 十四項 不是假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獲得支持 不是假的 不是說假話 我們要求資訊公開 安全要在沒有資訊公開的情況下 有什麼能力 我們用什麼能力 才去跟你們專業做對話 我們連東西都沒有 來 北口中區 嘉南高坪南區 以上這三區 記憑告訴我們 一年拿各用了多少的店 你就用這三區來的區分就好 這個店包括名稱用內閣工業用件 你這樣懂 這是各區所占全台比例 去年總共各燒了多少審美的量 這三區去年總共燒了多少審美量 然後它占全台的比例 這樣子你才能去了解到 它是否有超過當地的環境寒容能力 而且你針對重度空污地區環保署 你應該特別想辦法跟政策 去改善重災地區 所以我現在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預計108年達到的標 針對空氣重災地區 請問你是做得多少改善嗎 或者我要你給我比例 你現在告訴我們108年 將多少維克 請你給我更顯示 究竟降了多少維克的比例 再來工業源有31% 請問台北的工業源是佔多少% 請你寫給大家知道 不同天市工業源 忽然是各佔多少 請你誠實地寫給大家知道 你必須仔細分析給大家看 大家都知道台北沒有公差 南口平東所佔的比例也很低 那高什麼多少公差 它工業源的空物佔多少比例 如何針對資格去減少它的空物 你們不敢去碰經濟議題 不敢去碰公業大財團 非常的厲害 請問你如何真的改善空物 請 必須要快速減少生累 如此才能逼迫財團的 盡量趕快去燒天然氣 你們有這個動作 他怎麼會願意要使用天然氣的再生能源呢 所謂的環境爭議 你應該就對目前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地區 立刻做更多更有效的改善方式 如果要立即減少我們的空物 我們建議是不是能夠立即減少所謂的污染源 那個出口量30% 這些因為我們還沒修法之前太多的內部成本外部化了 空物讓人民吸結果利潤是特定廠商 所以應該減少外銷出口量 這個理論上比如說6000它的實化產業 6000造成雲林的污染會立即下降 再者我們先行的所謂的AQI指標跟國際接軌 可是我們看不出來所謂的管制項目標準跟 國際接軌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在古龍的名 再來我們參考的那個官方測站的資料 很多我們在監控的時候 在特定的數據暴衝的時候 這些資料都被刪掉了 是不是能夠秉持了一個資訊公開的角度 我們官方的測站不應該再採用小時平均值 應該把這些原始資料公告 而且包含所謂的異常資料也要公告 我們看不到所謂產業政策的營運 這個範圍很廣 尤其我們現在看到大部分的空物防治預算 就是長年以來我們的空物預算八成是在移動污染園 請問如果有效的話 我們空物為什麼還這麼嚴重 而且現在說包含環保署隱聚了學者的資料 移動污染園會超過三成 這個到目前為止我們百思不解 將來的營運反應也超過78%在移動污染園 請告訴我們 之前投入八成的預算在移動污染園 這個區塊具體成效在哪邊 再來花兩億要改善風俗習慣 我覺得這個在玩火 你會引起很多的反抗 具體的建議其實就是秉取資訊公開 讓民眾知道你燃燒金質燃燒泡足 對小尺度的空比影響多少 像譬如說每部收到的境外污染園可能是比較多的 但是中南部其實還是以境外污染占大眾 那這個部分為什麼不提出來呢 因為我們其實現在主要是在包包說這些高污染的產業 還有上方電廠這些其實很多都是中南部的問題 那以境外污染可能加到四成這樣子的說法 其實是我覺得是有點自欺欺人的 所以我們看到標準的這個部分 我們家所謂的家裡的標準是到底樣 因為目前來說 我們的有氧化物跟淡氧化物的管制標準 其實都是比中國那邊還要寬鬆的 那這個標準會加點到什麼程度 是用環保署能夠很明確的說明 然後上方現在台中國立發電廠的重金屬容許值 也是比超過美國的標準 那這個部分我們能不能夠跟國際接合 或者是希望說環保署能夠清楚的把這個部分承諾進來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是否能夠去防止說 各區排放燃煤排放的總量 然後以及說我們台灣在進口燃煤的總量 能夠做出一個管制這樣子 不管是說在產業上還是在發電上 還是就是其他的可能一些比較細小的使用 都能夠去達到說我們真的做到總量管制的效果 那就會其實像在淘汰一二期柴油車的第26頁這邊 他有講到說淘汰一二期柴油車取得排放量增量來抵換 那這個部分我有點不了解 就是為什麼我們讓他減少了一個排放量 然後再另外加一個排放量 那這樣子的結果就是互相抵消 那我們排放量還是一樣多是嗎 未來我們希望做不到整個平安器 然後降低或者是減煤的使用量 那先跟各位報導一下 目前政府在做這樣的考慮的時候 他必須要同時考量兩個因素 第一個平安器我們希望做增量 這是大家的一個公司 那目前比2016年國內的天然氣 每年的供應能力 又拿著一旦一旦從國外再進來 2016年的供應能力是欠十百萬度的 那2025年為了讓我們的天然氣化電量 暫停到達百分之五十 目前我們把天然氣的供應量 必須要同步提升的企劃 可以說來 大概會比剩一倍 換句話說 我們必須要快速的吸取的證件 我們的天然氣接受站 所以現在我們內的天然氣 永遠有接受站在裡面 有中油公司在裡面 一個是台中 一個是永安 接下來中油公司有兩個 接受站要增加的企劃 第一個是目前正在進行完評 長油公司的第三接受站 第二是台中接受站準備要破綻 另外海電公司準備在台中 以及邪惡也增添 他自己要發電天然氣的接受站 所以這個計劃 必須要同步進行 那這些接受站的計劃 目前都已經有時間調 那今天天然氣的增量部分上來之後 染氣電力廠的增加使用 這步技術也非常清楚 所以目前 國內的供電量的需求 是多元會比方的方式 這樣的一個情勢 在未來環境之內 比如說我們在安美使用的電廠 目前的暫停45.4% 未來的暫停30% 有15%的下降的努力的固件 但是我們不要配合燃氣的 氣源的供應量 所以這個部分的路徑 目前整個包括台電公司也好 我們都已經排列出來了 不過因為它中間必須要有一些 中間的一個調整的一個空間 比如說我們現在 增加一些電廠的過程當中 或是接受站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時間表 必須要避留一些可能 困難問題的解決 那目前這個時間表 已經有一個出版了 好 未來我們再介紹之後 確認之後 跟報告室帶來通討的時候 這個時間表會分開 我們是希望說 能夠提早讓燃煤電廠除一的話 我們就讓它提早除一 換句話說比如說 它是2020年到期的電廠 有沒有可能在2019年 2018年就已經準備好 轉換成燃氣電廠 所以目前我們正在規劃的一些 燃氣電廠的計劃 我們都提早啟動 希望有一些電廠 它的更換的時間 它的這個電廠的運轉期間 還沒有到期之前 我們要改變燃料的方式 已經提早準備好 那在當時的一個 時光環境背景之下 假設我們的總辦的這個電廠 已經準備好 那我們就提早來啟動 把燃煤改成燃氣的這個空間 我是希望你們包括工業用電 私人產業它用的煤的量 你通通把它加起來 我們不需要知道個別的 所以比如說你現在 像工業區的用煤量 或者是私人產業的用煤量 我們只是要知道這一區 究竟用了多少的煤 這樣子 不需要你個別工廠 用了多少煤給我們 你希望知道用的量 然後知道程度 就是說各地區 它可能如果用煤量 那你不能勾計看看它的空氣的 污染的狀況 是不是跟這個有直接關係 好我了解你的意思 我們來嘗試說 不然我們引用的這些數據資料 就是說 是不是有很救 那就我的了解 我看到大概都是2012年以後的資料 那但是現在 因為大家對於工具改善的 那個期盼非常的陰切 我想我們也沒有辦法 為什麼大家也不期待說 那再等我們重新呢 再把境內境外 重新再做一次研究之後 再來你這個規劃 能做就先做 但是在做的同時 如果大家覺得 對這種境內外的比例 有疑慮的話 我想後面再繼續做 應該沒問題 但是我想 大家覺得境內的境外移度 可能過高 覺得它可能會過高 這個有質疑 但是我想重點就是說 表示你認為境內的 污染的比例應該更高 那我們現在其實端出來的 這些改善策略 其實還是針對 主要都是針對境內的部分 再來就是有關那個 六七許可證的問題 那這一部分 我想我分兩個點檔陳述 第一個呢 現在許可證的載於火 這是地方的全整 那我們行文 它會不會 它會不會 它會不會就按照我們建議 做資金管 我沒有把握 那 如果不符及的數月 數月到環保署來 那因為我也不是環保署 我數月我也會很難去干涉 但是剛剛有兩個 資訊公開 有另外一個 講到說空戶的騎乘 修法的騎乘 我們原理上 我們大概會在 盡可能會在 那個五月中旬 把空戶修法線端出來 那這個端出來的裡面呢 我們未來會有一個條款 像這個許可證的申請 它相關的資料 跟你許可證 後來審核之後 你的同意的 許可的相關的資料 除了涉及到很細微的 各自的部分 我們未來 直接在空戶法上面 明定這些都要公開 連平均來講 或者紅色贊助士來講 我們前面有一張簡報來看 其實比較相對高的 都在中南部 如果我們可以順利的達成 這樣檢量目標 其實會比較明顯改善的 其實也會 理路上也會落在中南部 那有沒有辦法特定 所謂的空戶的重災區去改善 那要或者說 要我們示範各縣市的比例 其實各縣市我們只能說 做一個初步的這樣一個統計 但是因為空氣 它是一個 它的流動性比水更強 所以你要說 各縣市各縣市 或者一個很局部的地方 去做一些重點改善 它相對來講 它不是那麼容易 那個民俗習慣的問題 那我們覺得就是 剛才講 14個面向 任何有可能的 我們都會 都要去做 那有的是影響大範圍 有的是最局部的影響很明顯 那減燒減燃這個 金子跟香的部分 除了我們已經 已經通過了一些宣導 記憶想要改之外 其實我們也有另外一個比較 那個 有另外一個做法 就是我們 那個空氣盒子 我們未來在明年 我們會重點試的到 擠一些比較大的 香火點式的廟 我們都全部都去把它 裝一空氣盒子 都讓他們自己看 當有一個 寄箱軟進來之後 那個空氣盒子的指數 會不會快速的飆升 人走就會不會走 讓他們自己看之後 廟住或者裡面的 那些東西就會鎖 其實這些我們都 也有做 只是有一些沒辦法在這裡寫 非常的詳細 那因為空氣盒子 它成本低 裝設的比較簡易 所以我們到時候都歡迎 公民團體覺得 哪一邊需要裝 來建議 但希望是有一個系統性能 譬如說如果大家懷疑 某一家工廠 它的汙染也嚴重 那我們要看 如果在冬天下 就是有一個系統性能 你可以看 看出那個按照到風向 去有一個有系統的佈設 可以看得出來 是不是真的所有 譬如說好 竹山的那個空氣汙染 或者日月潭都被 土裡空氣汙染 除了他們在地的那些 廟裡的活動 或者那個 那個什麼 夜市的活動之外 它有沒有從這些小地區的 境外營 這境外營 到底是來自六軍 來自中國 有一個有系統性的那個部件 我們當然是希望 有這樣 那這一步我們都歡迎 民眾猜討 我們剛剛一直在講說 我們希望是減燒 減燃 我們沒有禁止 所以其實應該不至於 有所謂的那個 對那個宗教信仰 做一些限制 或者做 沒有那個 只是對它做打壓或限制 那環保金爐的部分 其實我想你們 一二代體 其實也都有到環保署來 那我們其實都已經說很清楚了 即便是 就是研發的這些環保金爐 我們經過實測 它還是不符合空氣品質標準 它的那個 那個 房子的那個效率還是不夠 那因為 房子效率還不夠 沒有辦法達到空氣品 品質 那個標準的要求 我們就很難去補數 其實無印老師的報告 或張可維隆老師的報告 都有某些的評估 他可以提出他們的誤差 那因為中環保在應用上面 用這個誤差 所以讓他很大的誤會 那譬如說 無印老師在他的報告裡面 就說 他的中部的模擬是 1.23% 那原價值 1.48% 然後高品 1.31% 所以剛剛我們提到說 境外 境外多少 或者是 這數點多少 你把這個 2.30萬加回去的時候 跟很多人的 感覺就比較嚇一跳 所以我想說 希望未來環保負責報告的時候 我們都把誤差項也寫出來 這樣比較會有幾些 有必要的一些 討論的誤會 那1.3.10 與剛剛楊次長 講到一些見面提升 這些大家應該 希望聽到 那也想請教一下楊次長 就是說 從目前的 深美的一個 發電量 包含氣墊工程 佔了45% 那未來希望再 降到30% 那這次裝置的容量 還是發電量 低過 那第二問題 那第二問題是 你要從目前的45%降到35% 如果電力不成長的話 那這15% 的 比如說 既有在發電的 比如說賣到電廠 或者是很多的機電工廠 你要叫他不發電的話 那你是不是有一些 有一些機制讓他不發電 譬如說 環保署要請環保署 把 有關這些空廢 按照污染量 能夠大量大量提升 讓他成本上不划算了 還是說 你在那個 紀念公司的能夠肩價來講的話 沒氣分開 還是你有INDC的管制 幫忙做這些事情 移動污染源的數據是如何順 像台中彰化雲林 南投嘉義市 台南高雄等的縣市 他的車流量 車輛數是多少 他的車輛數量 然後 為什麼他的旋復為例會這麼高 然後 工業的 工業園 的污染源 卻是27到31% 然後台北的車輛是多少 所以我覺得說 當在一個比較 到片槍的地方 你炫耗的空洞高的時候 你的物 你的移動不來 你卻是 你就把它涵蓋在裡面 因為他的百分比來 算是不符合比例的 然後甚至又會想 請問一下說 台灣 煤的進口量 多少 一年的進口量多少 因為煤的進口量多少 就可以算出他的旋復為例 燃燒之後的量是多少 然後甚至就可以統計出來 所以我想說要知道 他的旋復為例是多少 然後 玫瑰是如何處理的 台灣的 煤的進口量多少 然後 玫瑰如何 玫瑰 玫渣那些 正宜的 怎麼如何處理 跑到哪裡去了 然後第二個 我建議政府邀請 使用專家學者 要選擇不能接 私人財團專案的 要利益迴避的學者 像吳亦玲 很抱歉 吳亦玲 這個學者 卻在有接六親的案子 所以我會覺得說 他為什麼會 而且又是由他來算的時候 那我會 可能對教授非常不尊敬 我也很抱歉 可是我總是會有一些質疑說 他為什麼一直要交到交通污染 然後 逼重就輕 這樣子 我覺得 讓我一個媽媽 充滿問號 第二點 還有一點 就是在二十四頁 我要求 我們彰化縣人要求 河川陽城 把彰化縣人要求 把左水溪還給我們彰化縣 我們的用水 左水溪的水 不給六親用 還說六親使用 請他們自己去做海水淡化 自己去抽水 反正這個非常的會議 我們希望先進去 這空品區到底有問題 彰化雲林 台中南投 都應該列為 所謂的中部空品區 現在目前雲林 現在六親的污染釋放在 雲家南地區 我覺得要改善中部的空品區 應該先把雲林 尤其是六親這樣的虛牌 把他報為中部 把雲林 應該放在於 家南地區 這空品區的部分 希望能夠來修正 也希望說 也全部來修正 全台灣的空品區 自己也應該必須來修正 這樣來修正 隔四年前就是地理之力了 目前的狀況 因為公園發展 所以我覺得空品區 應該來修正 第二個部分 我們希望全面的 來管顧 所有的空氣品質監測站 在2015年 反空運遊行的時候 我們最大的訴求 是希望每個縣次 能夠設置空氣品質監測站 目前我們看這條文明還是沒有 為什麼要提到空氣品質監測站 因為廣布環境的品質 還有辦法去監控 你現在的環境品質 到底是怎麼樣 像彰化發射的 但是目前還是正好 還沒辦法掌握空氣的狀況 廣布空氣品質監測站 是最好的一個改善空氣 能夠掌握環境資訊的 另外一個在應酷無法 就是工業區是需要設側站的 但以目前彰化來講 彰化有11個工業區 目前只有彰化的 章邊域工業線系區有設側站 工業區應該要設側站 我想這個大家很有感 工業區為什麼不要設側站 這個應該要交換部 工業區都應該積極的 讓這些東西來落實 工業區一定要設側站 另外彰化到目前都沒有交通側站 彰化有兩個密集的交通坪 一個是在雲林 這一個是在彰化室 但是目前彰化還是沒有交通側站 那我想其他的現實 應該有這樣 都應該一面的來改善 那另外第三點就是 有關即時空 那個煙道的即時監測 大家知道六星有398個煙囪 目前只有34個煙囪 有即時監測 但是我們以我們的經驗就是 六星常常發生所謂的爆炸 或是火災事件 但是異常的現象 其實也不在所謂即時監測裡面 那我們希望六星的煙囪 應該全面的來加裝即時監測 那儘管這可能會涉及到肌費的問題 我們希望也可以先來採取最基本的檢測 包括這個煙囪的流量 污染物等等 可以減少工業的 這個六星的壓力 但是我們希望能夠 這對有排放有害物質的煙囪 都應該來加裝所謂的即時監測 那包含棕榮鋼鐵 這都應該要來加裝 像棕榮鋼鐵的加裝 如果沒有聽錯的話 它的即時監測也是只佔了十分之一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全面性的 對有害有環境的人都應該來加裝監測 那第四點 我覺得今天的簡報裡面 其實有一個大面積的節約能源 因為如果前端的節約能源 才有辦法改善後面的空氣污染的部分 這部分完全看不到說 各單位怎麼落實空污減量 那這個空污減量 比如說節約能源的部分 到底可以減少多少空污 所以我覺得節約能源是非常有關注的 像我們彰化的152仙道 和外海道 這是個非常偏鄉的地方 那晚上到8點的時候 流量就真的非常非常少 但是通火都沒有 這是可以直接改善的 那我們也聽見書長審視 他在下一個直流馬達 他說說 如果現在馬達同交流變成直流的話 電力可以省下10% 就是針對工業的部分 我們有看到這樣的趨勢 那第五個 針對法規部分 今天沒有談到 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 反復辦法 這個民眾非常有感 因為這涉及到虛和症 如果空氣達到初級的話 一或一這個辦法 他說只降了5% 要求業者你可以介紹 5%的藍煤量或是其他的流化物質 然後中級藤減少20處 高級是40% 但以台空後 他們整理這10年來 台灣發生 達到空氣品質達到初級 需要降載的部分 只有6次 所以我們應該來修改 所謂的空氣品質 惡化緊急辦法的 這樣子的 你要讓業者減少污染物等投放的標準 應該來修正 那有關第七點 剛剛民眾有提到資訊公開 我們希望氣電工生的使用量 藍煤油電量 這個應該來資訊公開 在台電的網站 我們看得到各個電廠 尤其是公平的電廠 都有它的 現在發電量 收電量 還有藍煤油量 但是氣電工廠 還到現在都沒有 那第二個我們使得關資訊公開 希望全台灣的鍋爐 應該有把資訊公開的點頭 可以分布 因為它涉及到空氣的部分 第三個 我們希望使用 比較對控有影響的 像藍煤或石油膠 這個許可證 應該照開公平會 甚至把這樣的許可證的資訊 應該一定的公開在網站 那第七點 有關陽城部分 和川陽城 剛剛前面有提到 積極藍煤油部分 我想和川陽城 尤其桌水機來看 最簡單的 不要花錢 就是提高它的水位 提高它的水位 就可以直接大幅了 降低的 空氣的汙染 所以 在接下來 針對第八點 我想要知道說 現在全政府 大家在封所謂的前瞻計畫 有多少這個前瞻計畫 是對空污改善有幫助 後續的未來要 後續的這個計畫裡面 有多少是對空污改善 是有害的 我們應該請政府來 來談解 像我們所掌握到的 有關水利署 他們對前瞻計畫 要開發鳥醉碳 天花湖的開發機制 都會增加和川的陽城 那這個部分 我們都希望 圖裡邊的那進來 那第九點 就是最後一點 就是 這個簡報裡面 我們沒有聽到 鍋爐的管制 要花0.02857 然後那個減 減它的成效是 每年175 平均值 那如果用推動電動蘇果 那個運輸車的話 它的成本是比較高的 它的減盤的成本 那個 會要高達0.49億 就是我們希望 然後推動電動蘇果 運輸車 能夠刪除 因為它的成效真的太差了 那還有就是 調漲電價 到底可以改善多少空物 我們其實以前不到環保 問題在裡面 你現在調漲電價 空物就有機會改善 但是這樣的資料 我們也看不到 如果調漲 一塊錢 調漲兩塊錢 到底會改善多少空物 我們希望能夠 努力改善這些 重點問題 首先第一點是莊銘 學教授所提出來的 這個裝置容量 還是這個發電量的問題 其實未來 我們將會公開我們的 這個 能源轉型的路徑圖 裡面就會有什麼時間 會有什麼樣的燃機電廠 來接棒 改變現在是燃煤的這個狀況 那未來的這個管制呢 它是與電力排斷續續 在做管制 所以即使有裝置容量 但是最後 它一定是看在 這個排斷量的東西 那與其說裝置容量 我們不如說 它有一部分是緊急的備用 就像後備部隊一樣 但是它平常 它不會是太陽上場的 所以這一點點 管制的措施的部分 會跟容量脫鉤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 剛才張花媽媽有提到說 河川洋塵的問題 那其實台灣 不是只有做水溪洋塵的問題 只有九條河川洋塵的問題 每一條河川的洋塵問題 都必須要去面對 所以剛才在講話的時候 有特別對河川洋塵的部分 提出水溪署 想要去哪一個方向 那洋塵的問題 不是只有水溪署 事實上都是有一個 洋塵的改善計畫 這個部分會持續的努力 那在今天的計畫裡面 沒有特別被強調 是因為這個問題 是一個其他 有專業的問題 我們是不是能夠大力推動海水淡化 讓我們的遺島公園區的運用 事實上我了解台塑公園區 已經在朝這個方向 在我們遺島中 像他們平常的 這個河川用水的機率 那再來就是 十月一小姐所提出來的 未來在節能這一塊 而今天的報告裡面 也是一樣 節能裡面 我也特別強調 是因為其他的計畫 在節能的這一塊 是有非常多的 整個面向在努力 我想這個資料 我們在會後 才請我們部裡面 再提供給市場 這個十月一老師來做參考 那至於說 未來在前站計畫裡面 有節能真相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項 就是我們的綠能科技 為什麼要做這個計畫 是因為我們要做能源轉型裡面 綠能科技就是要來取代 甚至未來燃氣電廠 如果風雨不足的時候 我們的賽車能源能不能再 讓它量再提升 所以跟這個前站計畫 其實兩邊是有勾計的 只是今天我們報告的內容 並沒有外面 不可以特別強調 那這塊的資料 如果老師老師 在十月一小節有興趣的話 我們也可以來提供給你做參考 再來就是 各位提到說 我們前站計畫裡面 水利屬的一些計畫 或許會對海灘會有影響 對這個空屋會有影響 這個風格我會謹慎來檢討 因為水利屬的計畫 跟空屋這個房子 如果它是有負面影響 一定要把負面影響的運輸 盡可能把它排除掉 那剛剛你提到的幾個大建設 這部分我會請水利屬好好來做這個處理 那電價調整可以減少多少的成功的成效 那這點是很難有一個直接的連結 不過電力的這個價格的穩定 或者是它有一個應該有合理的一個找 是目前政府在努力的一個過程當中的一個重點 所以未來的電力 電價它是一個合理的一個過程 來這個調整的 它不會是為了要防制空屋來做調查 那這一點是必須要照顧到全國民眾用電者的這個需求 所以這一點很抱歉 比較容易不容易來直接回答 那林慧正教授提到了工業區 能不能做一些專案的處理管理 我覺得這個經營非常好 那我們會吧 現在國內有哪幾座工業區 它的造成脫工餘力最大的 會把它排列出來 因為不是每座工業區 都是一樣的狀況 特別需要去做管理的工業區 找出來之後 我們來跟地方政府一起合作 這個也會接受到地方網保局 所以怎麼樣做到最好的一個監控的一個結果 我們會找這個方向來努力 也謝謝你的建議 以上這幾點 謝謝 最後一個 剛剛幾位的一些問題 盡快回覆 第一個 那個莊老師提到的 那個盧依林張騰菲老師 他就認為有一些誤差的值 那這一步我想 那個我們未來只是 在引用的時候再把它注明 我想這個沒有問題 就馬上我們工保處把它記起來 那工敏區的部分 可不可以再檢討 我想我們回去再檢討看 它其實它沒有那麼大 那主要不然都在中南部 所以在中部以南 是不是有需要第三個公民區 還是說只要改成兩個 甚至一個 這個我們回去再來研議 那我想我可以承受說 我們一定會把它檢討 那當然還回覆到說說 剛剛已經預告 還在跨部會 會閒 要發布當中的那個 緊急應變辦法 那這部分我當然也有很多的公民團體 公民很不滿 覺得說那個比例太高 那我其實我 之前我一定是在公開承諾說 因為法治都會很難 尤其還要會閒 那我們先讓它上路實施 但是在這一年內 我們會動態的檢討 如果那個指標上面 後來 因為一直到 所謂實際的應變辦法 沒有實際可以具體啟動的話 那我想我們實際 一年之後 我們就來檢討 該如何重新再調整 這個我們都可以答應 那上早之前 我們那個 好像是應該是 以交易聯盟裡面有提到 如何用科技來檢 這個空污的策略 那我想我們當然都比較重在 就是在末端管制 那我們也會收集 如果 如果 譬如說鍋爐 或者像餐飲油煙這種 其實 我們認為只要 只要現行有一些 這些科技 或者一些商品 已經上市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 比較的把它定價延標 就是當然 所有的業者 其實都要用的 都是應該要是最好的 那有關科技研發 其實像那個我們 因為台灣的飲食習慣裡面 喜歡煎炒 像這一部分的烤 那烤那國外也有 就是說尤其煎跟炒 其實它也會產生一定的 那個油煙產生PMD 那我們在其中一項裡面 也有說附帶的 我們現在家庭的那個 抽油煙機只是抽牌 它並沒有去煮的防治的設備 那這部分其實我們有一個 這個案子裡面也是說 希望呢 我們其實可以找公園院的 一起來研究 未來的不管是餐飲 就商業使用的 或者家庭使用的 這個排油煙機 也都可以有 個別家庭污染的防治措施 這部分 我們能夠注意到 我們會盡量的來處理 那再來就是 其實有關這個廣布 空氣品質兼車站 那其實也有叫交通車站 那因為交通車站 其實現在體積已經變小了 但是就我詢問的結果 也差不多 還是有三分之一 一個貨櫃車的那個面積 那當然費用也沒有那麼的便宜 所以可能這一部分呢 我們已經 剛才我們已經開始規劃要放 那未來當然是 以一些交通的熱點來放 那其他比較不是交通熱點 我們當然就是用那個 比較小型的空氣盒子來佈點 那這空氣盒子 剛剛說過本來有 預計是三年內要放 一萬零兩百個 那如果 就是說 只要研發出來 那後面大家覺得 公平上有更好 更多的建議 需要哪些需要佈點 剛剛我們已經有承諾了 這部分 我們在每一個地方 我們會 就是開放坑 來討論來建議 那可以增加 我們會在我們的經費 預算可以之內 我們盡可能來做 那即便沒有辦法 一百零 我們剛才一百零九零 因為還有一個下一個 下一個街道 我們都可以運用 再來做佈件 那有關那個 生煤進口總量 就是剛剛楊室有提到的部分 那從進口端可以盤查 那我們未來 就是說從許可證端 其實也可以來 來加總來抵到核對 那剛剛我已經有承諾了一次 我再廢話一次 我們五月底之前 完成的那個空無法修法裡面 我們未來就是 會把這種申請書 跟許可證的 我們都列為 要直接公開上網的規定 那以後這些數據直接上網 就其實也不用再用書片 申請跟打官司 那當然 具體個案現在可能 有一些來不及 那這一部分我想 我們等一下 一起來面對如何處理 那我想我們當然 環保署在我這邊 我能夠做的就是 盡量的把 策點落實資訊公開 跟提供民眾參與的機制 其實那 那剛剛有提到過 不管是那個 楊四季公警察 有一些可能 不管是 林慧珍老師接到 杜慧喜的工業區 或者楊四季公警察 比較是 比較高污染的這些 那個工業區 要做專案的改善跟做監測 那這一部分 只要 只要一有監測 我想連到地方環保局 就會上到環保署 兩邊的網站 其實也都可以即時的去 那都可以讓大家即時來看 那我們現在在做的那個空氣 就算比較大型的那個車站 我們已經不只是 就是說 地性地量都會做 我們也希望把那個 污染指紋 可以很清楚說 這個排出來到底是哪些 污染物 那如果加上空氣核子去比對 科普也比對說 那這些 這些污染物呢 就比較可能是在 他的上方處的 哪一個 那個工業污染源 其實會出現 或者說 有可能真的看得到 是交通污染 這部分大家都會盡量來處理 那前瞻基礎建設裡面 如何有沒有空 其實 其實至少我覺得 裡面可以看到 有一些軌道建設 的部分 他確實是一種 大眾公共運輸 如果加上 我們都懂 整個貨物貨櫃的運送的話 或許也有助於 紓減個人的交通 這部分應該會有一些幫助 那最後其實談到 結論的部分 我想這個其實應該是 最後結論地下 那應該是全民一起努力 那當然 會許進步台地應該有 做做宣傳 但是我覺得這部分 真的是要全民 一起來努力 那我講我個人的例子 會大家很難想像 我住在台北 我現在我家 我沒有裝冷氣 那熱 我就盡量到外面去上 或者盡量把窗戶都打開 那這我個人 我能夠要求我自己 但是我相信 我們大家一起來 有一些 是屬於官方可以做的 但是可能更多 還要產業界 還要全民 大家一起來努力 那我覺得 只有這個樣子 其實真的是 空氣改善 環境品的改善才有效 那大家一起 可以做的 在這裡 我簡單的做一個想法 不一定要大家都不要裝冷氣 有些地方真的是非常熱 但是呢 大家回去走看 其實我們現在 或許是因為區長 或者里長 想要一些業績 那個路燈 蓋得非常非常的密 那有沒有可能 大家回去把壓力 給你們的里長 給你們的區長 可不可以路燈跳著先撿 撿一根 晚上不要點那麼多燈 那是不是就可以 在你的生活環境裡面 就可以達到節能的措施 或者其他的霓虹燈啊 那我們現在很多的豪宅 都喜歡講究光雕 要不要去抗議 甚至有一些造型的橋 我們現在每一個 每一個提案啊 橋啊一大堆那些光雕 那這個可不可以去 施壓給地方政府 那其實一樣 都可以有達到檢測的措施 好 為什麼最後再誠懇呼籲 其實空無改善 不是靠政府 不是靠環包署 也不是靠經濟部 所有的 就是說中央不夠 地方不夠 真的是要全民一起努力 好 以上 謝謝 這邊我們必須先很誠實的說 在剛才的過程裡面 三位次長 其實是有做了一些 比較具體的回應 第一個是 關於未來的能源轉型 包括 減煤的入境圖 時程 經濟部接下來 會請公民團體共同參與 這次涉及到 其實個別的點 跟整體能源料度 還有能源價格的問題 恐怕真的不可能是 一場公聽會 這樣有辦法處理 可是現在 至少在今天的公聽會 或者是我們說議題的 這樣子的對焦會議上 政府部門是 也感受到 減煤的時程 還有更大的整個能源 轉型的入境圖 不是公務門 自己可以說了算 必須找公民團體 接上來一起來談 第二個是 經濟部這邊 恐怕也需要跟環保署 來搭配合作 整理各地區用煤亮 那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 應該是剛才這一區 也有團體代表提出來 是說 他最主要是想到能夠知道 到底每一個地區的用煤亮 跟他在低空氣汙染的關係 到底是什麼 第三個是 經濟部這邊也會著手盤點 應該是東海老師這邊的建議 會著手盤點 多會區中工業區所造成的污染 可是他必須跟地方政府合作 而剛才主持人也有提醒說 整個方向恐怕也要讓公民可以在此中 所以是 這一塊這樣OK 文字稍微修正一下 經濟部會著手盤點 多會區中有造成污染的高壓浮流 就是有他餘粒的工業區 因為有一些工業區是不會的 所以這樣子到後來 會比較精準一點 有造成污染的工業區的盤點 然後跟地方相同一起 工業區 對 好 然後第四點是關於監測 這個很遺憾喔 楊教授先走了 楊教授剛才大概在談的就是說 他們會擔心那個數值是不是 因為全值不點的問題 而把可能比較真實的數據 數字所拉平掉 那剛才 詹次這邊是講 未來環保署還會增加 一萬兩千個的空氣檢測額的核子 那基本上因為 一萬兩百個 一萬兩百個齁 那這部分其實他也要看 這些檢測核子的 他的一些驗證規章 但是他們現在有一些初步的規劃 大家會疑慮的點 他們其實基本上一定會參考不打 可是也會在不點上 請公民團體再提出建議 既然大家對於不點 會不會造成數字上的混淆或不會 那如果大家都覺得是重要的話 希望說後續也可以參與或提供資訊這一塊 那另外呢 環保署是在五月份會提出空污法的草案 那後面兩項大概是 是不是剛剛有希望關於空污法的草案 或者其他法規能夠有一些公民參與 或者像聽證這一類 對 因為事實上 空污法在修法的時候 我們遇到的問題是相關此法 也是辦法在執行面的時候 然後遇到說 空污法定了 但是執行面的模型不足 而且沒有公民參與的部分 我們是沒有辦法實力 今天這個五月的空污法修正草案 現在環副組長已經 加入這個誠意的話 是不是可以就 空污法八十幾條裡面 它大概有三十幾條的相關辦法 執行方這個部分 先盤體出來之後 藍袖跟這個公民團體 例如 不聯合環境保護基金會 還幫我們 是 基建的部分 來跟我們做一個相關執行 有一些可以跟我們一起來做營證 大舊心我甘意 他們可以講 那如果 有時候又問中文都不可以 才不可以 對學業業 我不曉得 我們剛開始學業 剛好 剛開始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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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回答文物品 謝謝 不是要回答 我只是問署長 如果加上這一點 可不可以 我只是回憶你的 我們本來法制作業上面 就是一定會有一些 對外的那個 民眾殘養的機制 但是我剛剛有提到過的 我說 沒有特別 剛剛我思想也比較關心 那種許可證的審查說 我們甚至額外的會在 直接在文化上面 就演繹把 納入那個 民眾殘養的機制 那 有一些 就是說 法例面的部分 其實就是說 我們一般的民眾殘養機制 如果 但你覺得不夠 其實我覺得我們個別 回去說明都可以 但是法律 我如果要辦聽證 我比較支持 是針對一個特定 很聚焦的議題 如果針對整個法去談聽證 其實很難聚焦的來辯論 就這樣子來講的話 我們就聚焦在這個 深眉石油膠 或其他抑制 空空氣 污染防治 物質的這個管理辦法 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就是說 在裡面 辦法裡面 一些相關的物質部分 就這一個法 起碼也要到我們 要到我們聽見我們參與 還有煙聰 自主申報的這個部分 因為我排練這個相關詞法的時候 我發現 有個不可思議的問題 就是煙聰的這個 他們是屬 他們的這個物有害物質 是屬自主申報 然後我想說 自主申報 到底是 堅守自浪 或者是說 我告訴你一點 我只是因為我覺得這邊 談到公共法 那是法規命令的定義 事實對於公民參與 非常支持 謝謝 抱歉 不用穩 就還是拉回來 這基本上 只是要提醒 整個的草案 訂定過程中 要有公民參與 那 第六點是 很具體 是莊老師建議 其實剛才我們很大一塊 很多的 與會的同仁都會覺得說 或是參與者民團 會覺得 真的移動污染源 是那個數字嗎 真的境外是那個數字嗎 從這個科學數據上 或資料上 就開始發生很大的 這樣子的一個爭執 所以 也謝謝家徒這邊同意 就是說資料呈現上 未來環保署會 將誤差值都列入 都會計算上 都會附上 那以及環保署會內部先進行 空瓶區的重新盤點後 再開始演繹說 是不是真的有重新劃設的需要